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3年的8月30号 也就是马来西亚国庆日的前一天 今天也是那个中元节 可能大家看到这个节目呢 已经是31号国庆日了 今天呢 我呢 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啊 从那个吉隆坡呢 来到了这个街壁 来到这个兴山 看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 看过的人应该知道 这个就是船刷中的那个鬼城啊 所以我7月15来到这里呢 鬼就没有看到了 但是呢 这里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 啊 所以 我原本是要去到那个 Pukitinta 然后来看见这里的酒店 啊 在大游会 啊所以我就选择了 啊 这个森林城市 碧桂园 我就进来看一下 啊 这里被人讲到 啊 是那个鬼城啊 其实讲鬼城呢 都是老马害的 像我们慢慢讲啊 所以刚才 也很多人关心 因为我是开 那个电动车 开了 那个 byd atos 3呢 来到这里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柔佛州是一个很先进的州 啊 在那个 啊 就有一个呢 非常非常 有战略性的那个充电站 他快充 你半个小时就充完 啊 然后电动车 确实是比汽油车便宜 都会有的这个充电 所以 电动车呢 的确是没问题啊 你看 我从KL呢 来到这个 马来西亚的最 啊 这里还不是最难端啊 当中BI最难 啊 这里也算是Fallocity 也算是很难端了 所以开到这里呢 完全没问题 啊 performance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来到森林城市呢 我们当然要聊一下呢 最近很火很火的 那个 那个课题啊 啊 随着安华宣布呢 森林城市Fallocity呢 成为金融特区之后呢 哇 哎 个大凡地产山呢 他从不动起来 各种各样的广告呢 开始看见 整个地方呢 真的是 火起来了 啊 所以 其实你要我评价 这里到底是不是鬼城呢 我说他 什么都好 唯一缺点是那个人气 人气不足 可能到周末的时候 那个拜五拜六的时候 人就会很多 他 那天那个什么神啊 那个很大桌的那个神像烧了啊 啊 然后那个神像倒什么方向 就代表旺什么方向 偏偏他今年呢 就是倒在西南方 那么哪里是马来西亚的西南方 那西边一定在西马嘛 那西马的南部 就是这里啊 啊 就是现在呢 正在楼佛补损的这个损区呢 这个普赖 普赖这里的 啊 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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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区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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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北西地 啊 北西地 是肯定万了 所以那个神呢 也特地倒在 北西地的方向 北西地 肯定是 万了的 肯定是起来了的 所谓的金融特区是这样子的 呃 其他的便利那些 我一时之间也讲不了多少 总之最好的就是呢 所得税呢 fix 15% 你只要 你是在这个 北西地金融特区呢 呃 我不知道政府要怎么规定啊 或者是你在这里有一间公司 你有一份工作 或者你在这里有一个房地产 然后你IC跟他换成北西地 啊 可能你就因此呢 你的所得税就fix 15% 不管你是还到多少巴仙的人啊 总之 你fix 15% 啊 这个呢 真的是太大太大的 这个 优惠了 所以 森林城市呢 是肯定万起来 所以那个 神呢真的是很灵啊 他倒的方向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没错了 啊 所以我就 特地跑来看一下 趁着国庆自驾期 跑来看一下 这个森林城市究竟是怎么样 今天第一天到我还没有去 足够的时间去走走 总之呢 这里呢 还是maintain到很漂亮 啊 看得很喜欢 而且现在 人少 啊 现在的确是人少 啊 真的来这里呢很清静 好好的休息 啊 是一个很理想的这个地方 OK 来到Folder City呢 当然不得不讲一下那个 成年晚事 我看得非常非常的生气 要不然呢 幸亏现在是安华 救了Folder City 要不然呢 这个碧桂园森林城市呢 就是这样子沉沦下去 本来呢 他2017年 他那时候差不多开始建嘛 本来到了现在呢 这个碧桂园森林城市呢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万的地区 他甚至呢 可以比那个KL呢 比兴山更万 但是呢 老马呢 来到这里真的很生气 那个老马 越看越生气 啊 老马呢 整个阴谋 现在这个阴谋论呢 我可以把它讲完了 故事已经完结了 然后我也来到森林城市了 我就明白老马的目的了 看回一下以前的新闻 我完全了解他的目的了 他2018年呢 老马就骗我们华人嘛 骗我们华人呢 用了我们华人的票呢 95%的华人呢 投票给老马 让老马成为首相 老马当了首相之后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呢 哇 那个什么关公的刀 立刻砍向森林城市 原来呢 他就是要把这个Folor City呢 干掉 所以他来骗华人的票 成为呢 首相 然后呢 顺便呢 把那个信楼快给RTS呢 也跟他砍掉 就叫你不可以去新加坡 不可以去新加坡 赚钱 就是给你们辛苦 以后有了RTS跟你讲啦 搭地铁到新加坡 哎 你知道多方便嘛 老马呢 不给 啊 就是不给 就是不要给你们去新加坡方便 就是不要给你们去新加坡赚钱 啊 然后也要弄那个新加坡 啊 新加坡在我对面 在我后面嘛 啊 就是 这个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他的目的 然后他把这个森林城市呢 打压之后呢 你看当时的报纸灯的 啊 如果这个Folor City碧桂园做起来啊 土著啊 就要搬到森林去住啊 啊 讲到极大声啊 啊 反正到最后呢 他的目的得逞了 原本从一个 啊 这个现在的碧桂园不是以前的计划了 现在他 他真的只变成一个呢 啊 可以来玩的一个旅游景区 他不再是什么什么东西了 他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子的 还好他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旅游区 啊 来玩玩这样子 但是现在安华旧活的就不一样了 啊 老马达成了这个目的之后呢 那就不需要你们华人了咯 啊 他就跟哈蒂阿万两个咯 然后就搞喜来登政变咯 所以喜来登政变之后的故事 我们都明白了咯 啊 所以你看这个老马的心 多么心肠多么狠毒 多么恶毒啊 啊 所以来到森林城市呢 我就是 来看一看这个 曾经被老马呢 种伤过的这个地方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啊 so everything is ok 他作为一个旅游景区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就是金融城市 他金融特区 一个纯新的机会 啊 纯新的机会 啊 大家呢 真的是要考虑考虑一下这里 所以之前 安华刚刚上台的时候 我就讲过嘛 安华要做好一个手下呢 他不难了 反正他把老马 老马的留下的政策呢 通通跟他改掉 老马留下的错误呢 通通做好 我们也不能要求 安华有多好 安华多厉害 反正你把老马 留下的错误呢 跟他改 全部改掉就好了 啊 所以安华呢 已经把这个森林城市呢 救活了 所以这里是金融特区 啊 这里以后呢 更多有钱人呢 都会来这里 因为所得税15%啊 这个太优惠了 啊 还有更走更多更多 更多的那个福利 啊 然后呢 讲起这个森林城市 为什么会成为鬼城呢 他的确是一个 啊 政客的鬼城啊 你没有发觉到呢 那 他 他们的政客 不敢来福利 做什么活动的 啊 华人的政客敢啊 啊 华人的政客 时常会来森林城市做一些活动 啊 他们是不敢来的 他谁来森林城市 谁就hard base 啊 谁就32比0 不止32比0啊 102比0啊 啊 所以 在他们的心目中呢 他们把这里呢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 诬蔑非常非常的 假到很可怕 啊 森林城市是一个填海城市 我在站的地方是填海的 啊 整个城市是填海的 你可见人家碧桂园的技术呢 多好知道吗 啊 但是呢 马来西亚的种族极端 族裕分子呢 却把他们描绘成了 非常非常非常 可怕的那个东西 啊 变成了啊 谁来森林城市 谁hard base 谁来森林城市 谁32比0啊 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存在 啊 但是随着这个安华呢 趁着这个楼佛捕损呢 他把这里列为那个金融特区呢 我们看见呢 这个森林城市呢 是活回来了 啊 然后整个马来西亚的碧桂园集团呢 也发表声明呢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呢 我们的英明的首相安华呢 把把这里变成金融特区 然后马来西亚碧桂园集团呢 也告诉大家呢 马来西亚的碧桂园集团呢 啊 财务非常非常的稳定 啊 啊 这里完全没问题 虽然 中国的碧桂园集团呢 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但是这里呢 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啊 所以呢 趁着假期呢 啊 大家都来这里走走 啊 这里听说呢 到了10月呢 会大大起价 大涨价他们 啊 现在是 现在还不是季风季节嘛 这里现在一切都便宜 过了10月呢 全部齐价 再再过一段时间呢 这里呢 又几乎来不了了 啊 到时候就很多人来 啊 看房地产啊 买房地产啊 找机会啊 啊 抢位置啊 什么一大堆了 啊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 重新复活的这个森林城市 所以只要这五年里面森林城市 活起来呢 啊 这个就是安华呢 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安华也把那个RTS呢 RTS就好了 大概一两年呢 大家就可以 搭地铁呢 去新加坡了 这些都是被老马砍掉的东西 安华把它恢复了 所以 楼佛呢 这里呢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反正那个神像就倒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呢 欢迎大家多来看看走走 了解一下 我大概会待两三天看看走走 啊 一下 好了 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